老師們 你們覺得我適合還是不適合 唐九州 你之前在那個記者會上說 你希望你自己的這個話題 叫做唐九州衝出F班 是的 我想問一下唐九州 好 下一個熱搜你自己如果想上的話 上一個什麼樣的詞呢 我其實也想了一個話題 我覺得蠻不錯的 叫唐九州衝出F班 好的 會的 其實我一直有一個唱跳的夢想 因為我知道那個是我喜歡的事情 我之前做過一些節目 但是碰到的其他的藝人嘉賓 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之前都會有個代表 然後到我 我就自己真的想不出來自己是什麼代表 就說我作為一個藝人我能夠幹嘛 所以我特別想來到這個舞台 去學習業務能力 然後提升自己的業務水平 讓大家看到我可以有那個代表 為什麼想寫這個話題呢 就是因為 我其實不怕自己的評級很低 我怕的是別人說我不適合 加油 加油 你可以的 加油 九州 老師 老師們 你們覺得我適合還是不適合 你再問 麻煩你再問我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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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們 你們覺得我適合嗎 你們覺得我適合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不適合 很尷尬 尷尬 我沒預判過這個回答 我以為老師們會說那場面話 其實這是 這是春春一個小小的一個 我們臨時商量的一個方法 我們不如來做一個小心味 比如說你說他適合 韋哥說他不適合 就我們一口同聲 三二一講出來 我覺得就是每個人他 都會可能受到外界的一些影響 但可能對於他們這個年紀的人 就是會受很多的影響 我覺得其實用這個方式來告訴他 不必在意別人的聲音 你看我們三個人坐在這裡 其實我們三個人有三個不同的答案 這就代表著 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 有很多人在你周圍 他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也許他都會去想要去影響你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心裡面 對那個答案的一種篤定 對 其實我覺得就不要太希望 別人對你過早地認可 因為你越想讓他認可你 他越不會認可你的 因為你的認可 是一個自然發聲的事情 你不要剛剛出現在舞台上第一天 你們都認可我吧 大家都認可我 這很難的 就是有一句話怎麼 來都來了你知道嗎 真的 謝謝 就老師們給我演了一場戲 就是用這樣一種方式告訴我 只有你自己心裡想的 才是你的標準答案